我們現在要介紹凱書尼寬站的初學者 需要具備的一些基本的知識 我們第一個來看初學徐資 我們要知道用什麼筆 那因為我們寫的是凱書 凱書呢這個尼寬站的比較接近王羲之 需要有一些彈性筆風 所以我們要適合選用這個狼好的筆 然後呢可以看一下它 因為大小大概是中凱左右 這純狼好越存越好 然後選筆我們說有四個重要就是尖起原件這樣子 然後要寫之前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常識 要先加水 不然呢這個如果直接加墨 這後面非常難洗出來 所以加水之後呢把它潤濕 然後吸乾再來加墨汁 好待會看一下 我們來看墨汁呢 我們一般選用比較輕膠的 去不要買太便宜的 太便宜的那個膠紙都很重 很重呢寫起來就很黏 就不好那個筆不好脫 好再來直 直呢我們一開始只要用 初學者只要用十二個毛鞭子 那為什麼十二個 因為我們錄影到時候有講義 剛好很適合大小剛好 那毛鞭子我們用光面的 光面比較滑 一開始比較好寫 好那等到學到一段時間之後 基本筆畫還有結構都沒太大問題 就可以開始選用燕皮紙 因為燕皮紙是加反 然後寫起來又比較有默韻的感覺 比較好寫 那技巧想要提升 有時候紙是需要比較好一點 那等到都能控制 一些問題 結構都沒問題 才開始來用 宣紙 當然宣紙不能 選身 要手宣 手宣 然後寫起來呢會更有默韻 但是呢因為吸墨性筆 燕皮紙好很多 所以如果 韻筆的熟練度不夠的話 是不能直接用宣紙 會很慘這樣子 好 最後呢 燕台方面 因為我們一開始 並不需要磨墨 我們直接 所以不需要燕台 但是要裝墨的 我們用磁碗 那類似這一個 磁碗一個磁碗 墨汁加在裡面 這樣子 墨汁不容易乾 又可以寫完 又可以蓋起來 不會乾 或者一個小碟子 像這種小碟子 小小碟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小碟子 當然容易乾 但是如果你一次 那個量 要寫不多的話 當然用這個 但是容易乾 容易乾你就會很麻煩 怎麼辦 就要一直加水去吸濕 這比較麻煩 所以建議還是用這種 像這種磁碗 小磁碗 用這個磁碗 在裡面 各種磁碗 好吃